防范豪大雨来袭 市长韩国瑜前往视察保业里至红池 关心殉情整备及巡检 并且听取水利局简报 他表示今年防汛重点放在侧沟香函的亲书 已经动用预备金约6500万元 另外市长也要求今年至红池操作 要达到最熟练的状态 务必将水灾发生率降到最低 得知气象局预报资料 高雄将会有较大降雨机会 韩国瑜市长20号下午在副市长李四川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保业里至红池 关心殉情整备状况 市长听取水利局简报之后强调 去年823水灾保业里至红池首度启用 因操作机制不纯熟导致凤山地区淹水 他要求今年操作务必达到最纯熟 将水灾发生降到最低 今天来至红池 是很多民众觉得去年好像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功能 现在我们了解 去年是第一次使用 可能经验操作的时候未必能够达到那么成熟的 那今年绝对要达到最成熟最熟练的状态 一定要尽可能把水灾的发生性降到最低 所以今年特别来看 另外师傅已经动用6500万元预备金 针对侧沟香涵做好轻浴动作 因应强降雨的考验 去年这个水灾823水灾大家闻水色变 非常的害怕 各种市民心里面 心里面想到这个真的会恐慌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环保局把侧沟开始清 水利局把香涵开始清 大概又动用了预备金6500万 再投入整个把香涵也要清出来 除了侧沟之外 还有香涵 还有各个滋红池 我想这都是我们防汛的重点 韩市长表示 清书撤沟 香涵及志鸿池都是今年的防汛重点 而师傅也会用谨慎恐惧的态度 面对所有可能治灾的天然灾害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